大家好 又是我們遙控攻防CHANNEL的時間 今天我們找到兩位剛剛在田宮堆拿了冠軍的車手 就包括阿全,我很有阿全 另外就是Samson 說說關於他們玩田宮杯當天有什麼感受 還有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為什麼可以拿到冠軍的秘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恭喜兩位,我是第一名的 我想問一下,比如說你們兩位 對於關於那天玩田宮杯有什麼感想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或者Samson說一下 好,那我星期日就玩田宮杯 玩這個M Chassis這個組別 那今年就有點不同 這個賽例就用了一條叫B梯的 60B 對,60B梯的梯 跟我們之前玩的S Group 是有點不同的 S Group是一條有紋的梯 對,又是梯 對,先看 好,這裡 而B梯其實是一條施力梯 沒有紋的 這兩隻梯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S Group的反應是比較穩定的 而B梯的反應其實是有點變化的 那天我遇到最大的挑戰就是 因為那天剛剛下雨 壓地又很滑 那我其實所有在場的M 車其實都幾顆 幾顆尾 大家都試了一段時間平台 才拿到接近的設定 對,還有這條梯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直路的時候 一踩油呢 兩邊受力很不靈溫 是會突然間就車頭扯到一邊 跌左跌右 對 就飛回場 包括我自己試的時候 都有一些 譬如說,每個時候會偏左或偏右 自己的 就不是車子擺不正 是自己會自然摺 對 所以其實我Qualifier的時候 那天都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是飛得最高的 當時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已經死了 Samson今天會不會成績會差一點 但是之後 決賽的時候 兩場都拿第一 為什麼會有什麼變化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 其實它 其實我呢 就 趁了在Qualifier之後 那段休息時間 我就不停在試車 怎樣可以整定一點 因為頭的反應其實都比很快 那天 我盡量令到 譬如塗了一些輪胎水 試一下用不同輪胎水 醃輪然後再塗 一些水性胎水 反應 尾可以再咬地一點 但是 譬如說相比起 譬如說這場比賽之前 譬如說 無論你也好 玩了我自己也好 其實都 真的在PIC都試了很多次車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之前試車 和你今次試車的話 會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會有些不同了呢 你會覺得 因為我之前試車 其實都 比較少在下雨之後 沒有什麼溫度的場地底下 去再測試 因為我試的時候 很多時候 要是比較曬 或者有溫度 又或者是 那天沒有下過雨 沒有什麼沙石 那天 那天 拿了兩次雨 拿了兩次少少微微雨 對 那 就說回我的車 如何設置 我今次選擇用長震 和我之前比賽一樣 都是選擇長震 229 239 239 239 那 那 用了一些 TRF短芯的避震 我沒有用長芯的 我用短芯的 M 車用的 SSVB 對 不是SSVB 但是短芯來的 那 那 用回原裝前弓 15.5 摩打 那我用回 VA繩 工法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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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開始玩,其實是2017年開始玩的 我也是2017年開始才玩年力前公盃 繼續玩M-Chassis,M-05,M-07 都很好幸,2017年到2018年都獲得冠軍 今年很榮幸,連續三年都獲得了 大家都非常緊張,當時看著你和Maxy兩個互相鬥 其實大家很明顯看到那天互相鬥 Qualify 的時候Maxy就佔優 但到決賽的時候,你佔優 大家都看到很興奮,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都說笑過一句,有出術,其實沒有出術 大家看到,大家真的想了很多方法,令車可以走得好 這次真的非常特別 最驚險的是第二場 第二場我中途就一個錯誤 我知道,爛了東西 爛了東西,爛了東西 爛了東西,其實是在個殼裡面動一下動一下 我們剛時也聽到Joe說,好像爛了東西 然後說你鬥著都可以鬥著,仍然不像第一 這些其實不是第一次遇到的經驗 真的要說平時衝車的經驗 對,而且要自己溫柔一點 沒錯 其實我自己覺得鬥車是要有的 但不能保持著死衝 沒錯沒錯 又或者這樣,我們找阿全說一下 那天玩這個4WDGT 很明顯見到阿全無論有Qualify 去到決賽的時候都駕駛得非常好 尤其是去到決賽的時候 看你跟醫生有兩個互相片的時候 大家過路都拍攝 不如阿全你又說一下 你當日的車有甚麼設定 或是你說一下你那天有甚麼感想 我先說一說,車我選用的是T07 T07 中置馬達,即是放中間第二個Configuration 即是中間偏大體 如果你看T07才是第二個Configuration 多數朋友都會選擇後面一點 這樣就比Tracion會更好一點 但我會選擇前一點 讓車的Grip可以再好一點 在彎深度可以穩定一點 我一直都喜歡駕駛穩定一點的車 但這次幸好贏了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由線車到填車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比較咬地一點的時力 我用低一點的擦速 我選擇了兜車時用5000 5000 但我選擇了用後尾Linear Exxon 2.6 這樣比較穩定 Exxon 2.6 類似2.5 類似2.6 都是近來非常容易賣的蛋糕 也是的 但之前我試了很多的Combination 有些Combination可能反應更快一點 轉速更快一點 但我始終覺得如果有天氣變化 例如今次有下雨 有下雨 會層有多大 之前那幾天可能都有下雨 場地不太咬地 我選擇了比較保守一點的時裝 第二就是 我選擇了用CYS 555 10的SURVE 這隻SURVE是CYS中無叉SURVE 最輕的 我放在車頭 令到車的重量負荷 絕對是最少的 而且我選用了6W 我沒有用到7.4W 的VC 給SURVE 適量耗電 可以選擇更少 齒輪方面 用86 49 是一個比較上淡膽的齒輪比 是比較快的 大概是最後的最終 最後的內容 我把車輪比5.6W 大家看下數據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數據 對 我選擇的專門車 我選擇比較高 抽夠比較高 所以車子是比較平均的 基本上車子就是這樣 你覺得這次的例子 例如初頭 我試試試看你的車 大家在牆外的視覽 尤其是跟醫生在鬥的時候 我發覺你的車的直路、速度、按雞都很有力 你覺得你的原因是怎樣 原因是很簡單 我一塊電給大家看看 原因是我選擇用短電 短電 如果我用短電的話 這塊電是210多g 我的全車比重剛好配合到1350g 我就是1365g 很近的重量 所以我的負荷和負載都很小 但會否用短電後 例如我們當時看 你的車都算是由頭到尾 但這塊三圈的短電 感覺到電尾跟普通長電 會不會有很大的分別呢 是會有的 三圈的短電雖然不容易很強 但短電始終埋至3-4分鐘 可能會有些失敗 但因為我的車的重量本身是低的 其他隊友 譬如Daniel 他會選擇用IP7000電 很強的電 很大長一點 對 但它的電是270g 始終跟我的電是有重量的相差 而且電是放在我 因為電是外彎 外彎很重 直到尾 大家如果在影片中看到 我是有一點優勢 因為你的電用短電 所以你可以擺前或後 令你的重量和平衡更加 我選擇擺前 擺前 直到尾 我明天真的有幾個%的優勢 比Daniel 而且我的隊友Kitta 他都可以用長電 所以中間的彎很強 但直到尾 那時候我有一點可以 即是可以靜 可以靜 我看見你只是用錶去的 我有一點點 直到尾 因為如果我能入到直到尾 之後那兩隻彎 我就可以出尾 沒錯 但當然中間的Mit Section Daniel和Peter 追得我很緊張 其實我 反而反過來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在Daniel 很多時候 在彎的時候 很緊張 其實這場比賽比較有趣 因為我們頭三名完成 我看到三名在試車 操車 或者在比賽中 這次三個決賽 我一定是破了自己的五分鐘紀錄 單圈紀錄 從所有的紀錄 所以其實這場車是很好看的 但非常好 大家可以駕駛得很準 而且 控制輪胎的輪胎 這次五分鐘是用RUSH TAR RUSH 40 TAR 而是很適合地 所以它是很適合地 大家可以用某種的曲線 做彎曲 就是用到的 所以跟這次MINI組 大家看到MINI組 MINI組 我自己都覺得 賺會很難 或是聽到拖頭組 很多朋友 都會掌握問題 因為在高重底下 用RUSH TAR 相比用孖星卡的隊友比賽是比較難 而且需要的技術會更高 我記得是很幸運 接近Poing是一個Poing車 所以玩得更開心 所以今天見到你們三個人 即是二人三個人是隊友 如果你是好朋友 又兼夾半個隊友的情況 大家都比賽了21年 我想說是一場超水準的決賽 沒錯 這場剛剛碰到好的時機 沒錯 很開心 或者說完車的設定 阿SAM12又說一下 你今場比賽 你是用什麼電子設備來幫你 又或者有沒有充電 各方面的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M車來說 我是用CYS517的SERVO 517 相比阿全哥那隻 我這隻的力量會比較高 扭力大 而且它會保持位置 轉向泰國那方面 會有很多 我想問一下 舉個例子 今次M車 因為我自己也有玩的M車 我都發覺 如果我們用一隻普通的SERVO 相比CYS的話 你覺得 在轉彎的穩定性 是否真的有幫助 其實我之前試車的時候 試過幾隻SERVO 即是某個F牌子 或者S牌子的SERVO 那 它都給不到一個很穩定的輸出給我 因為如果 我不提到哪一間 有一間牌子 其實它的SERVO的虛位 都挺厲害的 但是M車對M車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問題的事 加上我們是用B軌 對 因為加上我們用那條軌 本身它走直線的行走性 都不是那麼高 我們如果再有一隻 那麼多虛位的SERVO 那就更加不好 如果另外一隻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SERVO 它本身是太過 不跟手 或者回軚那一刻 反應不夠快的話 其實對我們去 舊的車的時候 有些凹尾的狀況 有些難度 而且這隻517SERVO 都基本上 我是用過這麼多的SERVO 最硬正最耐用 最硬正最耐用 因為我那天都飛到 整兩米幾 都沒有試 我之前都聽過你講 你試過 撞短SERVO ON SERVO都沒有試 對 金屬SERVO ON 整個彎都沒有試 我都幾 都幾深刻的 這隻517SERVO 又或者你現在 本身這輛車 你多次比賽的時候 用什麼電變呢 其實呢 我用的是一隻 性能不太高的 是4V-Ring那隻 夠款的 因為MTX 對動力方面 不需要要求到很爆 尤其是我走自動輪 自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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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減溫 由些動力去走 因為我比賽的時候 譬如我比賽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很少可以 敷雞 我都會吊著油門 而且玩MTX 真的不需要 慢慢踏油門 去抽車 反而你溫柔一點 對潮自動輪 會好些 OK 又或者阿全 阿全你又說一下 你當時的比賽 你又用什麼 電子設備呢 剛才你說了 你用CYS的SERVO 電變又用什麼電變呢 也是用Hobby Ring 也是用Hobby Ring 也是用Hobby Ring HR10 XR10 XR10 但不是G2 我有G2 但我沒有用 未用到 即是覺得那時候 未需要去到G2 因為這款 上一代我用得很成熟 這場賽事還有 因為這場賽事 我相信關鍵 在爆炸裡 關鍵是行走性 行走性 XR10 非常跟手 所以我繼續使用 當然 我的隊友 Peter 是用G2 G2 沒錯 沒錯 或者你現在用什麼 我現在 M12S M12S 對 都跟了我多久 M12S RX 是平價版 自己換了一些裝飾帶 這樣 阿全呢 阿全你用什麼熊 我正在用 Fry Sky Novo 4 因為這枝熊實在 很輕 很輕 適合我 因為我的手 比較 如果我駕鑽重樂 我的手會同 如果我練得很久 我練不上車 第二 就是 我 Denovo 4 的軌道可以隨時調整 如果我緊張 或者有時候 狀態不太好 可以改變 軌道 令我駕駛得舒服 所以這就是我 自己用這枝熊 相比起 我知道你以前也有用SAMO 比如說 用SAMO 這枝熊會不會 令你駕駛起來 你覺得反應不夠快 還是不會影響你 其實之前 都會有 擔心我用了三枝熊 都這麼好 但是手 因為我始終三枝熊 我支持不到 所以我就找密色一枝 比較輕的熊 MT44 我試過 但是最後 我就大膽一點 我試過 這枝熊 其實我駕駛完之後 我暫時找不到什麼大分別 不過這枝熊 我比較舒服 因為這枝熊 我開每一架車 如果我開錯了 那枝熊的記憶 它是不會動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有這麼多同款車 不用怕著用錯模式 對 不用怕著用錯模式 對 因為我試過比賽用錯模式 OK 即是不會突然有什麼 左右反轉左 泰國模式 等等 對 或者Samson 你當日充電的東西 你當日充電 如何處理 我當日充電 我用了ISDT的T8充電 我用了ISDT的T8充電 我一開始 其實是選用了 比較爆炸力高的 對 就是這個 Qualifier那一集 對 就是用多少A充電 我是用了15Mbps 因為我的電量不太好 所以我只有15Mbps 後來我發現 好像爆炸力太強 就會令到車子抽到 走得不直 那一下子 就比較強烈了一點 結果我最後用了10Mbps 反而我反過來 我當時用了 30Mbps 對 30Mbps 在我的情況下 插我 其實也不是說 一定插到最強的 就會有好處 對 當然操控我 我第一要想的方向 阿全呢 阿全你當時 你那些三圈電 因為三圈電 我自己都用過 就算你用什麼模式插 其實爆炸力都好 但你又會用什麼方法插 我也是用ISDT8 我選擇了用30A 最大的A數 當然30A就要視乎電的質素 如果電的質素是好的 牌子是穩定的 大家可以用30A去插 30A的插 30A的插大約是分兩小時 充電 變了少許微軟 出來的爆炸是很強 但要小心 因為頭段爆炸是強 而中段 如果運動筋不好 它會掉 所以你看到整場賽事 都很小心 我自己試過的經驗 告訴我 就是 如果用D8 ISDT來插 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用沒有那麼好的電 的話 頭段可能會比較好 中段 尾段就開始無力 但如果用三圈電 爆炸會比較好 應該是耐久的管理 或者電的體積管 因為這個三圈是金色的 最大量的比賽 跟很多牌子出 都有Crimine Class 給比賽專用 它出來 真的比較好 好一點 雖然貴真的比較好 很多牌子 現在很多牌子 LLP IP 都可以做到 但是大家 就是 看看你去試哪個牌子 明白明白 OK 又或者問一下你們 接下來你們兩個 會不會考慮去新加坡那邊 比賽 還是會有什麼原因 未必會去比賽 新加坡那邊 其實我還考慮中的 但是 就因為 本身我自己有 學習的關係 或者是我 因為我去新加坡是9月的 9月 我剛好就9月 我就開學 那就要遷就時間 先想一下 現在就想一下 那阿全呢 我是會去的 當然 Daniel 是 叫做新加坡 我也很希望 他去到 跟我去到 大家 在香港 旅行 也會有上演 好成績 或者這麼好的成績 雖然 今次新加坡是一場 比較不容易 比賽 沒錯 希望到時候 阿全哥 如果你真的去比賽 有一個更加好的成績 恭喜你 希望你抽到時間 就去吧 那好吧 多謝大家 今天的訪問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